贡劳 我们走进中环一个公园 很小一块绿地 被四边的摩天大楼紧紧裹着 大楼的顶端插入云霄 整部小公园 像大楼与大楼之间一张小小的吊床 沉着一点清脆 匆匆流水旁 看见一块凹凸有致的岩石 三个人各选一个脚 坐了下来 一个人仰望天 一个人俯瞰地 我看一株树 矮墩墩的 树叶油亮茂盛 挤成一团浓郁的深绿 这三个人平常各自忙碌 一个经常一面开车 一面上班 电话一个接一个 总是在一个红绿灯 与下一个红绿灯之间 做了无数个业务的交代 睡觉时 手机开着 放在枕边 另一个 天还没亮 就披上白袍 开始寻房 吃饭间 腰间机器 一响就接 放下筷子 就往外挤走 和朋友痛快饮酒时 一个人站在角落里 捂着嘴小声说话 仔细听 他说的竟是尸体呢 家属到了没 从几楼跳的 几点钟 然后不动声色地 回到热闹的餐桌 人们问怎么了 他说 没什么 大火散的时候 他就一个人匆匆上路 在夜色迷茫的时候 还有我自己 总是有读不完的书 写不完的字 走不完的路 看不完的风景 想不完的事情 问不完的问题 看不完的虫鸟鱼兽 花草树木 忙 忙 忙死了 可是我们决定 一起出来走走 三个人 就这样漫无目的地行走 身上没有一个包袱 手里 没有一张地图 然后 我就看见他了 在那一团浓郁的生绿里 藏着一只 浓郁生绿的野鹦鹉 正在啄吃一粒绿的发亮的羊桃 我靠近树 仰头仔细看它 也鹦鹉眼睛圆滚滚的 也看着我 我们就在那羊桃树下 对看起来 另外两个人 也悄悄走了过来 三个人 就那样立在树下 仰着头 屏息 安静 凝视许久 一直到鹦鹉 将羊桃吃完 吐了盒 拍拍翅膀 花一下 飞走了 我们相视而笑 然后开始 想念那缺席的一个人 是一个阳光温序 微风徐徐的下午 我看见他们 两病多了白发 因此他们想必 也将我的日渐憔悴 看在眼里 我在心疼 他们眼神里 不经意流出的风霜 那么 他们想必 也对我的流离 觉得不舍吗 只是 我们很少说 多么奇怪的关系啊 如果我们是好友 我们会彼此探望 打电话 发短信 写邮件 相约见面 表达关怀 如果我们是情人 我们会朝思暮想 会嘘寒问暖 会百般牵挂 如果我们是夫妻 只要不是怨偶 我们会朝夕相处 会耳提面命 会如影随形 会争吵 会和好 会把彼此的命运 紧紧缠绕 但我们不是 我们不会跟好友一样 殷勤探问 不会跟情人一样 长相思磨 不会跟夫妇一样 同传共度 所谓兄弟 就是家常日子 平淡过 各自有各自的工作和生活 各自做各自的抉择和承受 我们聚首 通常不是为了彼此 而是为了父亲和母亲 聚首时 既是促膝而坐 也不必然会谈心 既是谈心 也不必有所祈求 自己的抉择 只有自己能承受 在我们这个年龄 已经了人在心了 有时候我们问 母亲也走了以后 你我还会这样相聚吗 我们会不会像风中转棚一样 各自转向渺茫 相望于人生的荒漠呢 然而又不那么简单 因为和这个世界上 所有其他的人都不一样 我们从彼此的容颜里 看得见当初 我们清楚地记得 彼此的儿时 老榕树上的刻字 日本房子的窗纸 鱼打在铁皮上 咚咚的身影 夏夜里的萤火虫 父亲念古书的身影 母亲快乐地笑 成长过程里的 一点一滴的羞辱 挫折 荣耀 和幸福 有一段初始的生命 全世界只有这几个人知道 譬如你的小名 或者你在哪一棵树上 折断了手 南美洲有一种树 雨树 树冠巨大圆满如中罩 从树冠一端到另一端 可以有三十公尺之遥 阴天或夜间 细夜和隆 雨 直直自夜细落下 所以 夜冠虽巨大且密 树底的小草 却樱樱然葱绿 兄弟 不是永不交叉的铁轨 倒像同一株雨树上的枝叶 虽然隔开三十尺 但是同树同根 日开夜和 看同一场雨 直直落地 雨树共老 挺好 晚安 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 到底我该如何表达 他会接受我吗 也许永远都不会跟他说出那句话 注定我要浪迹天涯 怎么能有牵挂 梦想总是遥不可及 是不是应该放弃 花开花落又是一季 春天啊 你在哪里 青春如同奔留的江河 一去不回来不接道别 只剩下麻木的我没有了当年的热血 看那满天飘零的花朵 在最美丽的时刻凋谢 有谁会记得这世界它来过 转眼过去多年时间多少离合悲欢 曾经只在四方少年 羡慕难飞的烟 各自本天成的身影 匆匆渐行渐远 未来在哪里平凡 把谁给我答案 那是陪伴我的人啊 你们如今在何方 我曾经爱过的人啊 现在是什么模样 当初的愿望 当初的愿望实现了吗 是到如今只好几点吗 人随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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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在叶照 不会真的我 抬头雁望着满天星河 那时候陪伴我的那和 这里的故事你是否还记得 生活像一把无情可道 改变了我们模样 未曾绽放就要枯萎吧 我有过梦想 倾吓如同奔留的江湖 你却不会来不及道别 只剩下马步的我没有了当天的热血 看那满天飘零的花朵 在最美丽的时刻凋谢 有谁会记得这世界它曾经爱过 当中的仍望实现了吗 迟到如今之后几点吗 任随月风干离想 在夜照不会震感我 开头仰望着满天心的 那时候陪伴我的那刻 这里的故事你是否还记得 如果我明天祝福你亲爱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